在人间与仙界的界限处 有一位智者用他的传奇经历定义了一个时代 他就是道教中著名的仙人吕洞宾 今天 我们将一探吕洞宾那奇妙至极的一生 以及他如何以超凡的智慧和能力 教导我们关于命运 智慧和内心修为的深刻哲理 吕洞宾 通常被称为纯阳子或洞宾 是远古中国最著名的道教仙人之一 也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 他原名吕炎 自洞宾 是全真教的重要人物 多才多艺 不仅在道教内丹树上造诣深厚 还是文学 医学 建树等领域的大师 虽然他的历史事迹与传说经常混合 但据说他出生于唐朝 具有壮丽的宗族背景 吕洞宾的故事常常与他的师父钟离泉乡联系 后者指引了他通往道教修行的道路 吕洞宾后来成为一个杰出的化身和神仙 以其超凡脱俗的能力和高深的道德影响着世人 在道教体系中 吕洞宾是至高荣誉的化身 享有纯阳子或纯阳真人的尊称 他代表着纯阳 这一术语在道教中象征着 无极和太极之间的至纯至阳的状态 是一种达到道教修行最高成就的标志 他不仅是一个实现个人转化和得道成仙的典范 也是道教徒修行榜样 吕洞宾被认为能展示内丹术和外丹术的极致 是多种道术技能的其大成者 并且他是全真派和中旅派内丹修炼系统的鼻祖之一 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在民间 他被尊为文昌武军之一 也是科举的神奇 象征着智慧和学识 帮助文人在科举考试中成功 是文人向往的精神象征 同时他也关联到医学和矿业 在民间有着极广泛的信众基础 总体上 吕洞宾在道教和中国大众文化中 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他的形象多面而深入人心 激励着信众追求道德的修炼 智慧的普照和学术的进步 吕洞宾的生活之所以被神化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与他本人的能力和成就有关 也与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密切相关 吕洞宾被认为精通多种技艺 包括医术、剑术、道术及文学 他在这些领域展现出的非凡 才能使得后人对他充满敬仰 并将他的实际成就神话化 道教讲求长生不老和抵达精神至高的道境界 吕洞宾的生活和修为反映了这一理想 随着时间流传 他的能力和精力被赋予了更多超自然的特质 体现了道教追求的理念和境界 人们倾向于寻找能够在艰难时刻 给予希望和安慰的英雄人物 吕洞宾的形象作为一个能够过上神仙般生活的普通人 对于普通大众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 吕洞宾的各种传说 不仅仅是对人物的赞美 也往往预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道德训诫 例如他经常被视为修炼自身 超越世俗欲望的典型 多部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 对吕洞宾的生平进行了艺术性的渲染 增加了他的神秘和奇迹色彩 如真仙皇庭内外景功夫 要性直指 全真十方丹精等 道教在历史上努力扩大影响力 将吕洞宾等杰出人物的成就推向极致 借此吸引和教化更多的信徒 吕洞宾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很多含有励志 哲理或神奇元素的故事都被口耳相传 逐渐衍生并增添了许多奇幻色彩 通过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吕洞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英雄和道教神仙的极大成者 其传说跨越了历史的界限 成为了中国人民文化和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吕洞宾的故事进行分析时 我们会发现 他们往往深植于中国文化的丰富土壤中 并涵盖了灵性探索 道德哲思和社会讽刺的重要元素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一则关于吕洞宾的意识 实则蕴藏深刻的哲理 他描绘了即使是一位高尚的仙人 也可能会受到无知者的误解和攻击 从更深的层面理解 此故事反映了社会中善行未必总被理解或欣赏的现实 暗示了一个道德哲学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期待行善 总能得到外界的认可和奖赏 亦或我们应该无论结果如何 都持续不懈地行善呢 吕洞宾经常与酒联系在一起 其中有一则故事 讲述他三岁岳阳楼 留下了著名诗句 酒在中国文化中 常常与开悟和灵感关联 这一幕描绘了吕洞宾在灵感激发下的写作才华 并可能有通往更高意识状态的暗示 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 吕洞宾奇赫往来于人间和仙界 这个故事象征了解脱于尘世束缚 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 反映了人们对心灵自由的向往 赫在中国文化中也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 通过这些知名的故事 不难看出吕洞宾的传说充满了寓意 并饱含着引发人们思考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 追求精神纯净与自然和谐生活方式的哲学理念 这些故事不单独存在 而是相互关联 共同构成了吕洞宾丰富的神话体系 激发 教化并影响着世人 吕洞宾不朽的传奇 主要由一系列充满了神秘 智慧与道德寓意的故事构成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非凡的能力 也揭示了他的个性特点 和他对于修行及生活的态度 吕洞宾的修行故事 其中包括了他如何学到 修炼成仙 这些故事通常充满了考验和启示 强调了道德修养和精神奉献的重要性 他被描绘为一位慈悲的仙人 经常帮助那些明智的人实现修行上的突破 这种慈悲为怀的形象 让人们认为 他是可以求助和信仰的对象 吕洞宾的故事 经常涉及超越人类常规限制的情节 如飞声 遁地 不须等先述 这些超凡脱俗的故事 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和听众 他在人间行走时所做的善行 他救助贫困 教化迷失者 医治病人 这些事迹表达了人们对智者慈悲形象的向往 他的故事中 还包含了诸多讽刺和批评社会现状的内容 例如对于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揭露 这些故事透过千百年仍然广为流传 他的形象在人民心中升华为追求真知 价值判断 以及生活态度的典型代表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而且通过其典型事件来鼓励普通人 追求道德修养与精神成长 他的道数和对修行的理解具有深远影响 反映了中国道教思想中 追求自然和谐与精神升华的核心价值观 他在内丹树上有极深的造诣 追求通过调养身心 炼化内丹 达到身体净化和精神升华的境界 吕洞宾还是一位剑术高手 他的剑术被认为充满了道数内涵 能驱邪避鬼 甚至在传说中有以剑御风而行的能力 他擅长炼制仙药 这些药剂能够治病延年 甚至被认为有助于修行者成仙 吕洞宾的修行理念体现了道教中 自然和宇宙规律的顺应 内外兼修 心性修养等原则 他强调 人应顺应自然规律 不逆天行事 认为道法自然是修行的重要原则 吕洞宾认为 修行不仅在于锻炼身体 更在于修炼心性 即性修 他强调 要洗涤杂念 心如明镜 秉持正直 善良 宽容的品格 他理解到修行的一个关键点 是断除世俗欲望和执着 释放内心 求得心灵的自在 修行还包括不断地学习和体悟 吕洞宾在这一点上 是通过整合各种知识和实践经验 来不断深化自己的道数 吕洞宾注重行善积德 认为这是提升个人道德层次 最终达到道教所倡导的 至道必经的路径 他倡导极世极先的理念 认为修行不必离开人世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修炼 体现天人合一的道教理想 吕洞宾的这些教会和实践 至今仍然对追求精神升华与道德完善的人 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指导意义 他不仅是道教先学和神话中的重要人物 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智者形象 吕洞宾的生活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的修行理念和生活哲学 他不仅是道教八仙之一 更是通过自己的生活和教导 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道教信仰和实践 吕洞宾生活中显现出一种对世俗名利的超然看待 他经历了科举的失败和官场的不顺 而后转向了道教的修行和鲜血探索 虽然注重超脱 但他并未完全离开俗世 而是在俗世中实践道教理念 其酒量和剑术都显示了他融入人间文化的一面 作为一位游历的仙人 吕洞宾不固定居于一处 而是行遍名山大川 与不同的人交流仙道 这种自由自在的游历态度 对后世修行者有很大吸引力 他不利于将自己的修行心得传授给有缘之人 这不仅增进了他的文化影响力 也展示了他乐于助人的精神 在处理世间事物时 吕洞宾展现出的淡薄明智和智慧 使他能够在复杂的世俗关系中 保持内心的清静和独立 吕洞宾不仅是道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更凭借其丰富的故事和传说 成为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符号 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范畴 深入到现代人的文化生活 信仰系统和艺术表现中 随着道教的传播 其教义和吕洞宾的形象深入人心 成为一种优秀的道德代表和精神信仰的核心 吕洞宾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 人们通过这些故事认识并学习他的道德观和生活哲学 许多文学作品 戏剧 电影 电视剧 将吕洞宾作为人物原型 这些作品的流传 是其形象根植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土壤之中 在民间 吕洞宾作为一种吉祥和有利的符号 被融入到各种民俗活动和信仰仪式中 从而持续传承 并强化了其文化地位 在道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 吕洞宾成为了追求道德完善和精神修养的象征 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观念 他的形象通常与智慧 仁爱和超越关联 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 尤其是在不确定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吕洞宾的故事 鼓励人们在繁忙和浮躁的生活中 寻找内心的平静与自然的和谐 这与现代追求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心灵平衡的理念相吻合 吕洞宾的哲学观念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特别是在人们对于生活质量和精神层面 追求日益增长的当下 这些观念为现代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指引 吕洞宾强调的道法自然理念 呼应了现代人对生态平衡的重视 在面对环境恶化的现代社会 这一观念鼓励人们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 支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吕洞宾修炼内丹的过程也暗示了内在修养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现代生活中体现为个人成长 自我提升 以及物质追求之外的精神需求的追求 逍遥游的生活态度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此中强调自在与放松 这对于现代人而言 就是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寻求放松 追求工作生活平衡 中庸之道提倡的是一种平和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这在现代生活中表现为避免极端主义 寻求理性与平衡 吕洞宾倡导的助人为乐精神 鼓励现代人展现出社会责任感 通过各种方式如慈善 公益活动或是小致身边人的帮助来实践这一哲学观 通过这些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 吕洞宾的哲学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 而是一系列可以应用到现代生活的实践指导原则 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吕洞宾的哲学均可用于指导现代人追求更加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 我们的旅程结束了 但吕洞宾的智慧永远流传 他提醒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探索内心与实现自我修养 始终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探索这种智慧 寻找我们自己的纯阳之道 别忘了订阅频道 获得更多关于历史和哲学的深刻内容 感谢观看